风起烈烈 萧衡艰难起身 脚下的泥土早已被鲜血浸染 看着掉落在血河中的那块黎毛玉佩 他知道自己已经强母之末了 但是但是还是用尽所有力气 弯下身 虔诚地将他拾起 这是他的阿里给他 萧衡知道 就算是死 他的阿里也会陪在他身边 敌军的怒吼声越来越近 而他的兄弟们都已经躺在他身后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萧衡看向远方的天空 他知道阿里在等他 他也答应了要带着他的兄弟们回家 可是 这好像不能实现了 颤纳间 他好像看到了蜡梅花扮从天而降 蜡梅花开之日 就是他凯旋之时 看着敌方奔驰而来的战马 萧衡将手中的玉佩叼在口中 重新举起手中的长剑 也许他还可以做到呢 代国的主将战死 敌军的反扑变得更加疯狂 萧衡已经没有其他意识了 只是机械地砍杀 躲避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不知道自己被砍中了多少刀 东的一声 萧衡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了 整个人倒在了血泊中 他看向前方 无数的剑挤朝他刺了过来 他不再看他们 将一直叼在口中的玉佩紧紧握在手中 闭上眼 等待着自己的最后一刻 却就在这个时候 萧衡听到了无数的剑促声 从自己身后传来 紧接着 他很清楚地感觉到 有些血溅到他脸上 熟悉的哀嚎声再次响起 他费尽地睁开眼睛 却也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萧衡 你也不过如此吗 是九月 萧衡笑了 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他慢慢失去了意识 耳边好像还传来九月交集的呼喊声 不过 他最后一刻想 想来他是死不了了 当萧衡醒来的时候 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各种药物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房间 他试着动了动手 就听到了清脆的铃铛声响起 然后就听到有人说 醒了 快去通知公主 九月很快出现在他面前 替他把脉 检查 一阵倒顾 终于看他松了口气 他没好气地看向躺在床上的男人 萧衡 你可真是命大 这样还能活下来 萧衡轻笑 那还是多亏了公主 九月没回答 只是问他 你还有哪里觉得不舒服的 我想办法让你缓解痛苦 萧衡这次伤得真的是太重了 差一点他就能救活他 就是这样 他还是昏睡了一个月才行 萧衡摇了摇头 只是一只手费劲地在自己身上摸索 似乎是想要找什么东西 九月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的意图 美好气道 别找了 我挂在你脖子上了 萧衡从脖子上拽出一块白玉玉佩 他看不见 只能用手摸索 确认之后他才是松了口气 萧衡问九月 你怎么会出现在哪儿 九月 你们大眼皇帝求到我哥哥那儿 他们谈了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哥答应了 萧衡听了也没再细问 只是沉默了很久才问到 文记和路基在哪儿 九月却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他低下头 脸上露出悲伤的神色 良久才回到 他们和你那些战死的弟兄们 被你们大眼的军队带回去了 你因为伤太重 所以才被我带来了这里 萧衡撇过头 一滴泪无声地从他脸颊上划过 他们还是永远留在了那里 萧衡这一辈子值得信任的人不多 虽然他们只是他的下属 可是他们一起长大 他早已经将他们当作了自己的兄弟 在那些年孤身一人的日子里 都是他们像亲人一样 在他身边陪他长大 而现在 他们却永远离开了他 你怎么不问你的妻子怎么样了 九月问 萧衡看向他 手摸缩着手中的玉佩 装作不在意道 我问你就会告诉我吗 萧衡太了解九月的性子了 他不问他 反而会主动告诉他 九月果然上当了 回他 你又怎么会知道我不告诉你 只是萧衡不知道 九月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了 他还是低估了 九月作为女孩子的报复心理 原来 九月根本没将萧衡 活着的消息宣之于众 所以大眼那边除了皇帝 都以为他们的宿国公 在那场大战中死去了 萧衡一听急了 一股脑从床上坐了起来 怒斥道 胡闹 他这一动 身上各处的剧痛袭来 九月盲按住他 你急什么 你们皇帝找人看着江离呢 他好的喊 不会像你母亲 他没说下去 他以为萧衡是在担心江离悲愤之下 选择走跟他母亲走同样一条路 萧衡却笃定道 他不会的 阿黎不是母亲 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只是不想他的阿黎 因为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他不敢相信 阿黎收到他的死讯会怎样的痛苦 想到这里 他的心就再也按捺不住 急切地想要回到他身边 大烟精度 自从一个月前 宿国公的死讯传来的那一天 国公妇人突然穿着一袭红衣 从外面回来 又将自己关在屋里两天之后 他所有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样 平静地将门记和陆基的身后事安排好 安慰老国公 打理国公府的一切 一群人聚在国公府 他们都担心薛方飞会不会因为悲伤过度 做出当年国公夫人一样的选择 只有薛怀远十分肯定地说 阿黎不会的 你们放心吧 他去找阿黎的时候 阿黎正拿着肖横肠握在手中的扇子发呆 阿黎 薛方飞回过头 起身对父亲道 父亲 薛怀远 父亲陪你说说话吧 薛怀远握住女儿的手 看着女儿明显轻瘦的脸 心中止不住地心疼 但是面前却像是没有察觉到一切 像小时候一样 拉着女儿在自己身边坐下 柔声道 阿黎 要不要跟父亲回怀相过一段时间 阿黎摇了摇头 看着父亲的眼睛 坚定地回答 我要在这里等他回来 薛怀远看着他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没有劝他 阿黎认真对父亲道 爹爹 我有感觉 他会回来的 薛怀远像以前的任何时候一样 相信这女儿的一切决定 他只要自己女儿高兴就行 他爱怜地摸了摸女儿的头 爹陪你一起等 薛方飞抱着这个信念 他真的没有丝毫觉得肖横死了 他跟以前一样生活 想他 等他 他相信自己是能感觉到肖横的 只是这点虚无缥缈的连接 他坚定地等待着他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半年 薛方飞收拾妥当 准备去明一堂授课 却在临出门之时 像是感触到了什么一样 放下手中的东西 什么也没交代 着急地朝着外面跑去 远远看着那颗光秃秃的树 没有人 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觉得到这儿来就能看到肖横 但是却没有看到这些日子来一直心心念念的人 他突然情绪崩溃 他快步朝着那棵树走去 看着那被肖横亲手刻下的字 终于压抑不住地哭出声 肖横 你这个骗子 我等了你这么久 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没有任何其他依据 只是他固止相信着自己的信念 终于在这一刻 他再也控制不住那被自己用尽全力压抑的恐慌 他害怕这一切都是他的妄想 那个一身红衣 风华绝代的男人 那个深爱着他也被他深爱的男人 真的回不来了 只要想到这里 他的哭声就再也压抑不住了 他尽情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只是他忽略了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慢慢靠近他 阿里 薛芳菲整个人都正住了 眼睛虽然看向前方 但是他所有的感知都聚集在自己的身后 但是他却不敢真的转头去看 害怕只是自己的幻听 直到声音再次响起 阿里 我回来了 薛芳菲这才不可置信地回过头 那人站在远处的山头上 距离太远 他看不清面容 但是他却笑了 只需要一个模糊的身影 他知道就是他 他回来了 他真的回来了 薛芳菲情不自禁朝着他跑过去 却被萧衡叫住 阿里 你不要动 我去找你 他听话地停住脚步 看着那个模糊的身影一点点变得清晰 终于 他再也按捺不住 还是抬脚向他跑过去 萧衡稳稳地接住他 将他紧紧拥入怀中 嘴中不住地喊着他的名字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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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无尽的相思缠绵 薛芳菲像个无措的孩子 这一刻所有的情绪完全迸发在他的怀中 不知道哭了多久 薛芳菲终于后知后觉地感觉自己是不是情绪太过失控了 也终于想起要抬头好好看看他了 这一看可把他心疼坏了 面容依旧俊朗 但是看上去也太过消瘦了 萧衡生生在床上躺了半年 刚能下地走动就又赶着回来 脸色自然不会太好 看着阿里那满是腾兮的神色 他下意识地想要遮住自己的面容 向来最爱惜自己容颜的宿国公 是绝对不想在最爱的人面前出现自己不好看的一面的 但是他遮挡的动作却被薛芳菲一把打掉 牵着他的手就要回去 你这是受了多大的伤 还敢给我这样四处乱跑 给我回去好好养着 不把之前的肉养起来 就不准给我下肠 萧衡乖乖被妻子牵着 听着他的鼠落 他却觉得分外的安心 而大燕京都 受国公死而复生的消息也传遍了整个都城 所有人都沸腾了 除了国公府 所有跟他们亲近的人根本都没有上门 他们都很自觉地没有去打扰他们 就连老将军都没有去打扰自己的孙子和孙媳妇 当然了 还有些不长眼的 要上门拜访 不仅被国公府的人无情瞒在门外 更是被皇帝毫不客气地斥责了 回家的萧衡也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温柔浅全 只有阿黎无情的命令 这也让萧衡有一点后悔了 应该把伤养得再好一点再回来的 阿黎不顾萧衡的阻止 强行要帮他上药 解开衣衫的那一刻 他吓得忍不住惊呼出声 萧衡的身上几乎没有一个好地方 深可见骨的伤口看上去还是很恐怖 有一些轻的也才开始长出泛红的心肉 总之阿黎看到的第一眼 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了 他实在不敢想象 萧衡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又重新回到他身边 萧衡看着阿黎的眼泪 心疼得不得了 抬手就想要擦到他脸上的泪水 阿黎心疼他 忙蹲下身子让他能轻易触摸到他的脸 萧衡 阿黎 没关系 至少我还活着 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落寞起来 阿黎知道他想到了陆基和文记 和死去的龙武军 阿黎轻柔地环抱着他 低声说 我把他们葬在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等你好点了 我带你去看他们 是呀 相比他们 他们已经很幸运了 对于阿黎而言 他能活着已经足矣 对于萧衡而已 能再见到他的阿黎便够了 谢谢大家 来看看